藤麦上挂满了一颗颗像灯笼般小巧可爱的灯笼果 果农细心地将饿片以枯干的成熟果实剪下 成熟的灯笼果除去饿片后 吃起来酸甜的滋味令人难忘 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 有点像初念的滋味 吃起来带有一点点百香果的香味 酸甘甜酸甘甜 比我们以前台湾的灯笼果要大颗 其实台湾的灯笼果很早起就已经有了 小孩子就开始在吃了 但是都是小小的 那现在的灯笼果它就是非常大 而且很香甜 那它的维他命C也非常的高 金黄圆润的灯笼果又称黄金莓果 丰厚的香气与较大的外形 让成熟发印象深刻 四年前自日本引进栽种 成熟发秉持着无农药栽种的理念 经过不断的适种改良 今年终于量产大丰收 不同于我们台湾的原生种 它不好种 它容易生长病 所以说今年 因为我都是用有机会 还有天然无毒的栽培方法 今年种的特别的漂亮 长相投喜的灯笼果 酸甜好滋味 剖受消费者喜爱 新唐人亚太电视 李金菊方亚贤 台湾屏东采访报导 вним臣愿以正值 cited 428-925-725-725-730-7今年